据富比士报导指出 为了确定地球到底是一片光碟状还是一颗球状 地评论者决定展开南极探勘 亲眼确认地球边缘的样子 地评说国际研讨会创办人Robbie Davidson 告诉富比士 真正精确的科学真相 是如果地球不是圆的 南极洲只是一个地球外围的冰河岸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些疯狂的地评论者 大概会在航行到边缘的时候 掉下去吧 不过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地球的圆弧上面 所以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地评论者声称南极冰壁 是在松柄状的地球上 围绕地球延伸6万英里 实际在球状的地球上测量的话 只有14500英里 地评论者认为在南极沿岸航行 就可以得到确切距离数据 证明他们的观点 根据富比士报导 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 那就是1961年联合国设立南极条约 不允许私人探勘南极州 这一定是哪里怪怪的对吧 没关系 有一位老兄就自己在整个南极州 进行了个人徒步旅行 身上还带有GPS 证明地球是圆的 但是GPS的G 是代表global全球的意思啊 这要地评论者怎么买账啊 不过小编跟他们一样 期待这趟南极探勘 毕竟可能会在影片中 看到他们失望的表情啊 是吧